北京时间9月16日,中国女排近日迎来了奥运赛的第一场争夺,而对手是乌克兰队,最终中国女排3比0大胜。 这次对手并不是很强,但是对于女排来说却非常重要,一方面这是阔别已久之后,中国女排主队再一次在宁波的球迷们面前打球。 更重要的是,这次奥运赛,我们的小组赛最强大对手塞尔维亚已经3比0了,中国女排需要用一场胜利给出回击,也是需要这些球员们给出最精彩的发挥。 一上来,中国女排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紧的,所以说前两局可能打得并不是那么顺利,虽然都是2-0拿下了,但是中间也是出现了一些波折。 而且,之前对手的乌克兰女排刚刚打完了欧锦赛,可以说整个乌克兰队的状态还算不错,在这种情况下,第三局比赛,中国女排局面不妙,甚至一度15点17分落后了。 当时一看女排落后,现场球迷的加油声音也是非常起劲的,而随后突然,加油声音在一个时刻到达了顶点沸腾了,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女排替补席上站起来了一个最熟悉的球员,16号丁霞即将上场。 她和小清新郑一新俩人替补上场,她换下了凋零语。 而当时的这个换人真的是太精彩了,因为这是蔡斌在本场比赛第一次换上,已经33岁的老将丁霞。 中国女排在这种时候选择做出这样的一个换人,目的很明确,想要用丁霞的经验完成翻盘,当时比分15点17分,丁霞上来立刻打了一个战术,郑一新直接扣杀了分,这倒还差一分,结果又连来二分。 中国女排瞬间18点17分翻盘,这边换乌克兰就要停了。 而丁霞的表现上,观众能彻底是沸腾了,大家都非常的激动。 不仅仅是因为她上场之后效果这么好,更主要的是终于又看见那个熟悉的16号,中国女排的冠军主力上场打球了呀,丁霞回来了。 后面丁霞帮助中国女排始终保持着1-2分的优势,一直到22.20分凋零雨重新上场,中国女排顺利拿下第三局。 虽然说丁霞上场的时间不是那么多,但是第三局上来之后的表现,真的是让所有的中国排球迷们卫目沸腾,非常的振奋。 因为丁霞对于中国女排还有非常大的作用,包括这位老将关键时刻带来的场上经验真的太重要了。